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一章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者说 看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照着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 伊苏从加利利的拿萨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十天 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约翰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亡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门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门泰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到了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乌龟覆着 他喊叫说 拿撒恶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龟叫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龟 连乌龟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 约翰 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 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 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 赶鬼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 说 你若肯 你能叫我 接近了 耶稣动了 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接近了吧 大麻风 及时离开他 他就 接近了 耶稣 严严地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因为你洁净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